面对公所一级主管大动作的道歉 代表会主席沈信雄表示 会把公所释出的善意转达给其他代表 并也召开大家开会决议是否要复会 但也强调绝不容许再发生暴力事件 针对刚刚这个问题 公所既然释出了善意 也来跟代表会道歉了 等一下我会请我们一事同仁 来通知所有代表 告知他们这个讯息 也请他们是不是说近期内 近日内能够代表会大家来协商一下 为了我们乡镇的推动 我们人民的福祉 我们继续择起来开会 我在这边要代表我们五乡代表会 我一定会坚持 我会守住我们所有代表人身安全 跟他问证监督的职权 希望不要再绝对不要再有下一次 至于所长的部分 他对相待陈启生感到很抱歉 而乡长检松树转树 所长已经自请调离主管职务 伊兰英文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